喜欢小麦健康笔记的朋友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多留言 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聊聊 什么是长寿基因 什么又是死亡荷尔蒙 如果把你的身体变成修复模式 就可以更长寿吗 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美国自然医学的博士 陈俊旭陈教授要来告诉大家 只要靠着两招 简单的方法 你不用吃药也不用打针 再也不用做医美了 就可以轻松抗老 而且还可以打趴癌症 陈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陈博士我想问一下 到底什么是长寿基因啊 人体内只有长寿基因 没有所谓的坏基因吗 很奇怪 我们人体有没有好几种长寿基因 但是没有一个是衰老基因 长寿基因啊 它的那个顾名实义 它的任务就是要让我们细胞 能够长寿 那它怎么做到的呢 它就是转入成一些 我们叫长寿蛋白 它有分七种 Saturan 1到七 然后每一种有它不同的方向 但是他们做的功能啊 通常都是在我们的DNA 做一些片段的修复 你知道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们很多的细胞开始有些损坏 甚至我们细胞分裂 是有一定的寿命 到了一个阶段 它就不能再分裂了 那这个叫做衰老细胞 或者我们叫僵尸细胞 就占着毛坑不拉屎 然后它该有的功能没有 反正它会搞出一堆发炎啊 或者是一些问题 那这种细胞呢 在身体里面呢 其实要越少越好 很可惜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们这种细胞会越来越多 但是如果你的长寿蛋白足够的话 而且它的所谓的它的燃料 如果足够的话 它可以进去修复 好像例如说台风过后啊 我们这个台北市的这个路灯倒了啦 什么树倒了啦 我们那个环工 什么我们有个什么 那个有没有一个工程大队 出来把整个市容整理整理 又恢复跟新的一样 所以我们的基因 如果经过修复以后呢 其实还可以恢复到年轻的状态 那这个其实已经有 很明确的这个动物实验了 人体实验也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也就是说简单来说 如果你把你每个细胞都变年轻了 那你整个人是不是跟着年轻呢 的确是如此 那教授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刚刚有说 这个动物实验的确有达到效果 是不是一份2015年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 哈佛大学这个Dr. Sinker这个教授 2015年这个论文 这个小老鼠的实验 其实发表之后震撼了全球 尤其是在抗脑医学 以前就是很多理论啦 很多想法啦 而且哎呀就是细胞实验 这次居然什么 老鼠的实验 然后他让这个老鼠 两只等同于我们类 大概70岁的老鼠 然后一组给他吃一个特别的东西 另外一组就是正常 结果发现有吃特别的东西的 那一组的老鼠怎么样 居然毛发从灰白变成黑色 然后他的体力呢 居然恢复到非常年轻的状态 然后他们给小老鼠就跑那个 那个叫什么 转圈嘛 小老鼠喜欢跑那个 跑跑跑 那另外这老老鼠已经不行了 那个逆转年轻 就是逆转老化的那只老鼠 居然可以跑到我们人类 等于是一排公里 还不想停下来 也就是说 透过这个哈佛大学的实验 居然我们可以让老鼠的外表 跟内在跟他的运动 甚至他的脑力 都恢复到年轻的状态 那这个很令人兴奋啦 所以大家很好奇 他这个哈佛教授到底怎么做的 他怎么做的 是年轻20岁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年轻到20岁之后的 等同年纪 人类的20岁啦 你想想看啊 你已经老到70岁了 你可不可以回到20岁的一个体力 其实可以的 他是怎么 我讲一下他的研究 他是这样 他是发现奇怪 怎么有一些老鼠摔老特别快 后来他就到他的那个细胞里面去查 发现他们那个NAD的浓度下降了 那NAD是什么东西呢 他是刚才说的长寿蛋白 在修复染色体的时候 他所需要的一个能量的单位 也就是说 这个你让长寿蛋白啊 有足够的NAD 他就可以去做他的工作 然后细胞就会修复 人就变得年轻 所以那个哈佛教授说 那好那既然NAD衰退 跟衰到有关 那我去补充NAD的前驱物质 目前我们主流医学 就是科学界大概有两种 一个是NR一个是NMN 那这两个东西都可以在身体里面 转换成NAD 结果呢在老鼠实验的确没错 你给他补充NR或NAD以后呢 不是NMN以后呢 他整个老鼠就变年轻了 所以就是那个前驱物叫做NMN 或者叫NR 他是一种维拉命B3的转换物 然后会变成那个在细胞里面会变成NAD 那有人说为什么不直接补充NAD 因为NAD的那个分子太大 他没办法跨越细胞膜 我们只好去补充比较小的前驱物 那进到细胞膜以后呢 进去细胞里面 然后他就变成这个NAD 给长寿蛋白作为燃料使用 好所以就是这个研究就震撼了人类 对不对 就觉得说在人类有没有可能 好那教授你有提出 两招能够抗老抗癌症 然后你有提出一个修复模式 跟一个破坏模式 这两个模式到底是什么 这个在我的书里面 我有提到 在我这本书里面的第三章 我们提到的观点叫做死亡荷尔蒙 那这个是比较 应该是大家比较容易 听到的一种讲法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荷尔蒙啊 你分泌太多的话你就会接近死亡 是哪一种呢 我们叫做肾上腺荷尔蒙 尤其是肾上腺素 或者是肾上腺皮子醇 那个什么东西呢 那就是你在压力很大 很紧张的时候 你要分泌这种荷尔蒙应急 所以也叫做rescue hormone 就是应急荷尔蒙 例如说哎呀火灾了啊 或是老虎来了啊 或者是要赶飞机啊 因为很紧张嘛 或者是那个 听说有人在火灾现场啊 把一个冰箱扛出来 因为他突然力气变大了 那这种这种 紧张的模式啊 其实它是一个破坏的模式 就是你身体处在这种 这种紧张的状态 例如说这个肌肉容易会受损 或者甚至胃溃疡 或者是整个身体的内分泌也会失调 反过来另外一个模式叫什么 叫修复模式 就是身体在处在这种破坏模式的时候呢 身体就开始淋淋淋淋淋 然后就开始七零八落 因为你为了应急 你不管你的肠胃道是否有食物 要不要消化 你不管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些伤口 要不要修复或者是黑尔蒙 你都不管你为了要处理现在紧急的状况 启动的胶感神经 然后一系列的那个 我书上讲 一系列的那个应急的一些症状 或者是动作要出来 但是在相对的你的身体哦 就容易这个修复的能力就变差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修复呢 吃饭好好的吃 洗脚慢液不要紧张兮兮的 睡觉呢就给它睡得很沉稳 那这个时候不管你在吸收你的养分 或者是在睡眠的时候的身体的修补 其实都发挥一个最高的一个效率 所以我们身体有这样一个悄悄板 就是一边是会破坏 一边是会修复 那这个你大概用膝盖想也知道 我们来边比较好嘛 就是当然是修复越多越好 平常时尽量处在一个 腹胶感比较旺盛的状态 就是心情比较放松 那血压也比较正常 手脚比较温暖 那整个脑力也比较的灵活 那这个就是在修复的状态 所以就是尽量让自己的脑波 能够放松一点点 对其实在我们身体学上嘛 这个在修复状态的时候 它有好几个指标 第一个它的脑波是处在 α波主导 而不是β波主导 那身体的这个胶感 副胶感呢 它是在副胶感主导 那当然在荷尔蒙方便的话呢 可能那些比较建设性的荷尔蒙 例如说生长激素啦 退液激素这些可能比较多一些 那反观呢像那个什么 刚刚说了肾上腺的荷尔蒙 还有胰岛素 这个那边那是属于比较 这个尤其是肾上腺的荷尔蒙 比较属于这种破坏式的 会让身体这个血糖会飙高 但是呢它这个身体的这个 很多的细胞呢 容易受伤害了 好那好像包含了就是肠胃的部分 也会变成修复模式跟破坏模式 如果你的修复模式的状态之下 你的肠胃是不是会比较健康 当然啦我们在修复的模式啊 我们的整个消化系统呢 它会处在比较旺盛的状态 例如说你该分泌一些粘液啊 然后例如说胃酸或者是一些唾液 或者是肠胃道的一些粘液 它比较多 它会保护你的粘膜 而且你的消化酵素 它会分泌的很多 而且肠义菌也会比较高性 反过来如果你处在 一个紧张的状态的话 你的克力气白血球会比较多 然后你整个粘膜会被它破坏 或者是粘液也比较少 也就是说常常有压力的人 你发现他容易得到什么 胃溃疡舌肠溃疡 胃食道逆流 甚至有小肠大肠的发炎 都跟他的那个长期处在 一个压力状态是有关系的 好那刚刚教授有提到一个 就是这个死亡荷尔蒙 就是肾上腺素 还有大家所说的肾上腺皮脂醇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教授 就是肾上腺素产生的原因 其实蛮多的 包含生理心理都有对吗 对啊 刚刚说过了生理上就是说 你紧张的状态 或者是很忙碌的话呢 当然另外一个是心理 其实很多人 这个怎么讲 他的很多身体的疾病 跟他的心理是有关系的 例如说平常压力很大 或者是晚上睡不着觉失眠 那或者是熬夜 那这个在不管是生理或心理 在身体 他都会让我们肾上腺的 这个荷尔蒙变多 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去走向一个破坏的模式 而且年纪增长之后呢 你这个荷尔蒙一旦分泌之后 要收回来 或者就是要停止分泌 是比较迟钝的 如果说年轻人的话 可能期末考过了就放松了 就没有压力了 身体也比较傾向于这个修复的模式 但是年纪越大以后呢 你会发现 可能他受到一个挫折或打击 或者压力以后 他可能长时间处在这种破坏的模式 我以前有个长辈 亲戚的长辈 他有一次被金光党骗了 他是90岁很长寿啊 就被金光党骗了以后呢 他压力很大 他大概一年两年他就死掉了 因为这个身体本来是副胶感主打了 后来被骗了以后呢 身心的压力大以后呢 就快速的这个衰败 好那教授 你帮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我要怎么知道 我自己肾上腺素缺乏或是不足 就是或是突然他变得很多 那我要从有哪一些症状 比如说我会觉得很疲倦 然后或是我很喜欢吃很甜 或是很咸的东西吗 其实这个是这样啊 他有分好几个阶段 在我这本书里面 他有分为大概三四个阶段 一开始的阶段呢 可能是比较正常的 例如说一个很健康的人 尤其年轻人遇到一个 紧张的事情的话 他心跳加快了 然后整个身体体力变大 这个算是健康的一个反应 但是如果你长期处在这边 你会变得很亢奋 你发现有些人啊 他整个人精神随处在 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 然后当然他可能会有一些头痛啊 或者是胃溃疡啊 可是基本上他的产值还算蛮高的 其实很多台湾的上班族 是属于在这个状态 但是如果你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呢 你会进入到一个最后一个阶段 我们叫做肾上腺疲乏 刚才是一个叫做肾上腺亢奋 但是亢奋久以后呢 身体会吃不消 他会进入到一个疲乏的状态 那会什么状态呢 就是他会发现呢 开始会疲倦 然后开始会 身体内刚刚说过的胃溃疡 这个已经产生了 甚至免疫系统会下降 然后呢这个包括自体免疫啊 过敏的疾病甚至癌症 都有可能会因为这样慢慢就起来 那这种人啊 如果你不赶快把他拉回来的话呢 他有可能会进入到所谓一个 过劳死的状态 例如说我们台湾的足科 很多年轻人很拼啊 那些足科新贵 甚至每隔几年就说 哎呀哪个足科新岁 30岁 然后就在电脑前就是 心脏病发作或脑溢血死掉了 30岁啊怎么会这样子 就是死亡荷尔蒙分泌太多 他长期处在一个 啊这个这个 肾脏腺疲乏的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的那个 吸血管或者是脑血管 就可能会爆裂或者堵塞 那产生这个紧急的状况 如果没有救回来的话 就一命呜呼了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 启动身体的抗劳模式 我们先从饮食方面来讲一下 啊应该这么说 你知道我们的饮食的比例失衡 可能会让身体啊 处在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不平衡的状态 什么叫饮食之人 就是如果你的碳水化物吃多的话呢 你的胰岛素会分泌 我想大家都知道 你的胰岛素一分泌的话呢 身体的这个会倾向于这个 就是肾上腺荷尔蒙也会变多 也就是说应该这么说吧 我另外从一个角度来 从我们的死亡荷尔蒙 再切换到一个长寿敲脚板 本来我不想讲 因为这个稍微复杂 但是还是要讲一下啊 就是如果我们身体啊 长期处在一个 例如说高胰岛素的状态 就你常常喜欢喝甜饮啊 吃很多的主食啊 然后这个比例偏高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这个细胞里面的那些酵素 会倾向于这个mTOR MTOR 这个系统 另外一边叫mpec 就是ampk系统 这两个像敲敲板一样 mTOR比较旺盛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时候呢 身体当然他会感应到说 我们的身体的葡萄糖变多了 甚至蛋白质变多了 它开始要储存啊 然后开始要建造一些细胞 但是会产生很多的废物 甚至很多的慢性病 三高的疾病甚至癌症 就有可能会产生 也就是说讲个更简单一点 如果你的饮食比例中的淀粉 尤其是净碳水化物偏多的时候呢 你身体呢会很容易得到 例如说糖尿病啦高血压呀 动漫硬化啦 甚至那个血脂肪过高啊 等等一系列还有尿酸 等等一系列问题 那这些问题就会导致人快速的衰老 那同时还有癌症的产生 那这一些就是我们 其实就是我们人类得到慢性病 跟老化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MTOR系统这边 太过于这个旺盛 那反过来那一边 AMPK那边如果你比较旺盛的话呢 你这个人就会把一些 身体的一些废物排掉 或者是产生一些自视机制 把细胞里面一些不要的成分架构呢 把它再回收重新制造 甚至把一些受损的细胞呢 整个把它处理掉 那这个是身体在处在一个另外一个模式之下 所以它我们身体有很多悄悄板 从那个肾上线 那个胶感副胶感 一直到我们刚才说的 还有很多免疫悄悄板 这个讲起来可以讲很久的 那我要怎么增加这个AMPK 它这一边的量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最近这些年 这个整个全球科学界非常有兴趣 而且呢整个很多人正在做实验 因为这个效果实在是很明显 你知道吗 如果你断食的时候 还有你做低糖饮食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AMPK就被启动了 也就是说AMPK它是一些 我们身体细胞里面的一些酵素系统 然后它怎么会变多呢 它会去侦测我们的能量来源 如果说你的这个 尤其是净碳水化物 就是葡萄糖比较少的时候呢 你会启动AMPK 那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你断食嘛就是清水断食啊 或者是168呀 或者是甚至前阵子很夯的生酮饮食啊 你把它整个碳水化物降下来之后呢 你的这个细胞就认为说 我好像这个时候没有太多的养分 可以来建造我的细胞 细胞增值啊或者细胞的分化 那就比较被压抑下来 所以它会想说 那我是不是要来多修复我一些细胞 甚至多来重复使用一些细胞 尤其细胞里面有些胞气已经受损了 那我就把它修一修就长一新的出来 也就是说AMPK如果比较旺盛的时候呢 身体会处在一个比较容易自我修复的一个机制 甚至呢整个细胞就变得很年轻 那外表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人就是比较年轻 或者是比较烦恼还童 那如果说民众他还没有准备好 要做清水断食啦 要做168要用生酮或是低醣等等的话 教授你是不是觉得说 先从一些比较基本的饮食也可以开始改变起 好像像是早餐最重要晚餐不要太晚吃吗 对这个是基本的啦 这个是不管你是什么饮食啊 这是最基本的 因为通常你一个晚上都没吃东西嘛 早上起来 其实你算一算 你的早餐跟距离上一餐 其实已经很久了 这就是所谓的168或186 他们计算的方式啊 所以呢通常早餐这一餐是叫做breakfast 英文叫breakfast 它其实是打断断食的意思啊 所以这一餐其实是对身体来讲最重要 因为你身体这一餐在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以后 你得到的养分其实对身体是最重要的 反过来晚上那一餐啊 其实说实在讲可有可无啊 因为你听过过五不食没有 为什么过五不食对身体有帮助 因为现代人啊 如果你晚餐吃太晚的话呢 你在睡觉的时候 你的晚餐还在肚子里面消化 这就是它消化变成能量以后 跑到你的脑部里面就让你多梦浅眠 或者是你睡觉的时候已经不需要能量了 偏偏你有这么多晚餐被消耗 被分解啊吸收的这些能量 请问你它跑去哪里 它当然是跑到你的肚子上 形成你的这个腰腹脂肪啊 或者是小腹 那这个东西都是万病之源啊 也就是说啊在早中晚三餐里面啊 这个晚餐啊你要注意你不能吃太饱 或者是不要吃太多的碳水化物 那中午的话也是因人而异啊 有些人是也是不吃午餐 其实也ok 像老美很多人中午随便吃或不吃午餐 那早餐相对于它就比较重要了 博士你是不建议大家喝咖啡吗 我相当不建议啊 当然很多人说咖啡 有很多什么生物类黄铜啊 什么什么什么绿元酸啊什么的 而且美国政府现在都带头说大家喝咖啡 我还是认为不要 你知道最关键的原因 因为它里面含咖啡因 先不要讲它的什么重金属啦 农药化肥啦 什么或者是破坏环境 我们先不要讲 讲里面的咖啡因 其实它就是会刺激我们的肾上线这个 比较活跃 让我们身体进入到一个死亡荷尔蒙的模式啊 当然它会让你比较有精神 但是你是借明天的体力今天来用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在现代忙碌的社会里面 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压苗助长 或者是血上加霜的动作 当然你短暂时间你就会精神很好 但是长远来看的话 其实你更容易衰老 好博士有提到这个抗老计划 从饮食着手 好另外一个部分包含了补充营养素 还有一个部分是有关于睡眠 你是不是建议大家应该要熟睡4小时 越长越好 因为4小时是低标啦 很多人其实4小时都没有 你发现有些人啊 他睡了8个小时醒来以后 他说昨天没有睡好 可是明明睡8个小时啊 如果你用睡眠软体 现在很多手机啊 或者是一些器材都可以侦测你的睡眠 你会发现这个人的深层睡眠很短 甚至是一两个小时 甚至没有 那都是浅眠 甚至说梦话或者是翻来翻去 那我们人只有在深层睡眠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把脑脊髓业里面的毒素排掉 再讲一遍啊 我们醒了之后不会排 你在浅眠也不会排 你一定要在深层睡眠 你才可以把一整天 你脑部所产生的代谢物把它排掉 那请问你如果你没有深睡的话呢 那是不是代谢物一直累积 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就失智症提早报道 或者是你发现整个人就是没精神 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 所以你睡多少不重要 最重要你的深层睡眠有几个小时 这个最好要能够自我政策一下 那我要怎么样子让我深层睡眠久一点 这蛮难的耶 有很多方法啦 时间有限我讲几个比较简单 我个人是睡觉的时候都会戴眼罩跟耳塞 为什么 因为我在睡眠当中我不想有任何声音的干扰 例如说有汽车的声音 或者我住在山上有那个昆虫啊 或者是野生动物 或者是狗在叫 会在睡眠中干扰 虽然你不会醒过来 但是你的睡眠是被干扰 另外就是戴眼罩 如果你住在都市里面有路灯嘛 那或者是 当然如果你住在大自然环境里面 应该只有月亮星星啊 那个光线是比较暗 但是如果你在睡眠当中 有一些人造的光线 我告诉你你的眼睛不能够休息 你的光线一直刺激你的视网膜 到你的松果体 你怎么能够适度的去分泌你的 那个我们叫Melitonin 就是退黑技术 因为它是一个睡眠非常重要的一种 自我分泌的荷尔蒙 它只有在全暗的时候才会产生 总而言之 你必须要在你的睡眠的环境 还有你的这个心情方面 营造一个最舒适的状态 那你比较会有深层睡眠的机会 当然我们还可以服用一些天然的营养品 例如说钙煤啊 甚至一些草药 有一点助眠的效果 那让你睡觉的时候 能够睡到最深层的状态 那这个当然可以科学的检测 然后你的那个深层睡眠越久的话 你会发现你早上起来 哇那个体力非常好 头脑也非常的清楚 从饮食跟睡眠着手 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运动 博士好像认为 每天最好都能够交叉训练一个小时 另外呢我想问博士的是 生理年龄取决于大腿啊 所以大腿的肌肉力量就很重要了 对刚才提到抗老化 我没有提到运动 其实运动 不管是有氧运动还是重训 其实对抗老化有非常大的效果 而且所有的运动里面 对一般人而言的话呢 CP值最高的 就是动你大腿的肌肉 怎么动 深蹲或者叫平蹲 就是你在 你知道深蹲嘛 就是你蹲下来 然后大腿跟地面平行 所以我还叫做平蹲 你不要蹲太深哦 蹲太深对你的膝盖不好 那蹲太浅 像中国武术什么蹲马步 我觉得那个太小家子气了 不够低 要蹲低一点 蹲到平蹲的时候呢 你整个大腿的收缩啊 它会产生很多的抗老荷尔蒙 尤其是生长激素跟肌肉激素 它这个烦老环童的效果 是超过你的想象 是大腿的肌肉越有力的话 全身的器官越年轻吗 对应该这么说吧 我把它叫做大肌肉训练 那身体的肌肉哪里最大 就是你的大腿 再来是小腿 那你手上 有人说那我练那个老鼠肌 我不好意思 这个手上的肌肉都很小 就是CP值太低了 你如果做一些运动 能够运动到最大的肌肉纤维 那不是最好吗 所以为什么下半身的运动 是CP值最高 而且那个你身体 全身的重量就站在你的这个 就靠你这个大腿在收缩 其实这个是 这个我们大腿力量其实很大的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话 会强烈的去 让身体分裂 刚才说的抗老化激素 所以你只要你做大概深蹲 大概一个月到三个月 你会发现你整个身体的机能 开始变年轻了 然后呢如果你做一阵子 就大概半年以后 你就验选 你的指标全部趋近于这个正常 就是会往健康的路上迈进了 老年人可以做吗 可以啊 当然了老人的话 你要看你的腿力 或者你的关节 关节都不好的话 你要先做伸展 或者是万一你的关节都变形了 没办法蹲 那可能只好去换人工关节 人工关节目前的这个技术 也算蛮成熟的 可以用个二三十年不会坏 那老人家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没力气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从半蹲开始 然后慢慢的 都不错了 再越蹲越低 我通常会建议大家 一天要蹲一百下 一百下 不会很多啦 你可以分期付款了 老人家你就一次蹲十下 可以啦 那慢慢你会发现 你一次可以蹲五十下 甚至一百下 甚至如果你很厉害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太轻松了 你开始可以负重 或者是每一次蹲下来 从一秒钟变成三秒五秒 哇那这个千变化 你会发现你的大腿 就越来越强壮 甚至这个腿部的肌肉开始长 你知道腿越粗的人 真的是越健康 所以腿细不好 不要追求腿细 当然我们台湾女性 喜欢这个苗条 看到有人爱萝卜腿 萝卜腿是最健康的 好那教授我想补问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不是认为 熟食比较容易让人提早老化 当然啦 为什么 熟食有六大问题啦 我们很多食物经过熟食 尤其是高温烹煮 尤其是这些煎煮炒炸以后呢 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 甚至一些我们叫做致癌物质 我想这大家已经都有耳熟了 想在我早期的书里面我们都有提到 你看大自然的动物 哪一个动物在熟食 没有 只有我们人类 而且人类是好像在几万年前 发明了火 开始熟食 那这个 而且我们的技术会越来越好 越高温烹调东西越好吃 所以我们人就迷失在这个什么样 一个口谕当中 去沉溺在这些 好吃的色香味俱全 尤其是那些高温煎炒炸的食物 例如说好我们吃鱼 生鱼片 就是生鱼片的味道 你把它稍微煮个鱼汤 哎蛮好吃的 你把它煎跟炸以后 这个鱼就更香了 甚至它鱼 臭掉的那个腐烂的成分 因为你炸了以后呢 它都被分解 所以呢它变得不臭了 变得很香的鱼 也就是我们人类的这个烹饪习惯 让我们一直往这个 高温的烹调 更不要说什么薯条啊炸鸡 盐酥鸡啊炸排骨 个人我都是不吃那些东西 因为东西吃下去的话 就是加速你发炎 加速你老化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 跟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 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